好的 今天长安做了一场全域全场景的一个动力系统的发布会 说实话 这种发布会讲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脑袋都是懵的 动力系统发布会 这到底新什么呢 来 我们今天就把这些系统一套一套给大家讲清楚了 首先是这台首发的机器 它是新兰金HE1.5T的一个超高压直喷混动专用发动机 好 我们先把这些词都排除掉 什么叫混动专用发动机 其实就是在混动时代来临以后 因为有了电机的加持 让发动机可以更加平稳的在一个状态里面工作 而这个平稳的状态 你利用过去的一个奥托循环 它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你需要用到更新的技术 比如像米勒循环 阿特金森循环等等 利用它的一个配器机构的原理 让整台发动机去控制在一个极高的热效率的状态 所以这种的混动专用发动机 这两家是中国是很流行的 美国没有 欧洲没有 连日本都只能算半台混动专用发动机 所以它的技术水平高到什么呢 来 我们先看一个参数 看看这里 它的一个增压直喷机型 它能够做到44.28的一个量产热效率 记住 这里加量产两个字 这些能够做到44%以上热效率的机型 这两年在中国特别多 我可以在弹幕区上给它打一批出来 你会看到豐田2.5的自然吸气发动机热效率做到40% 本田2.0做到41% 来到中国那都是地底喳喳一样 中国的GP机器都是44%起步的 来看一些技术的特征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钢内直喷 在这里世界第一套的500瓦的钢内直喷来临了 这是来自德尔福的技术 再往下面 这里点火来到了一个150毫焦的点火 那像这边是给了你一个涡轮 这边给了你一个水冷的一个interkuna 也就是中冷 这是一台带涡轮的机器 同样这个系统当中也有第二台机器 就我身边的这个就是没有涡轮的一台NA机 NA机它取消涡轮以后 整体的这个结构和它是一套的这种 像乐高一样的一套结构 基本都是一致的 来我们再看这个机器的时候 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什么 它很瘦很高 所以它落到机舱里面的时候 它会非常简便的 就在这边搭上一个混动转源发动机 所以它把这一项的空间尽可能给你减少 所以发现了没有 混动转源发动机很不容易的一点是要做瘦身 这个是跟这些健身人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台机器里面 它如何做到一个43.31%的热效率的呢 确实没有涡轮以后还能做到这么高的热效率 也是很难的 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设计 这个跟涡轮机是一模一样的 看这里 它会把自己的一个刚劲 充成比去做调整 比方说这个它做瘦 然后这里做高 好处是什么呢 比方说这里如果做大一些 这里做短一些 保证同样排量的时候 它上下仿佛就会来得特别快 比如像我们看到K20A B16B等等的发动机 它在这里就是一个大刚径 短冲程 啪啪啪啪啪啪 给你标转一个9000转 1万转的 可是这样的发动机不一样 它要做到的是反其道而行 保证自己有相应的一个扭矩的释放 再来看一个小细节 这个小细节过去在很多性能车里才会有的 每个缸下面给你做了两根这样的喷油管 什么意思呢 以前呢 这些机油沉到油底壳里 再通过这些曲轴把它打起来 然后飞溅起来 有一些油能够到这个裙底部 它可以做到什么 让它把一些多余的热量给你带出去 但是过去那个飞溅润滑的时代 在今天已经跟不上这些混动专用发动机所需要的散热了 所以他们做到的是一个专门的喷领管 而且每根给你下面两个喷领管 就在以前的那些高性能的发动机里 你才能见到的 那这一套呢 就是过去的那套的蓝金N1.5T 这个我们就不再细说了 这台机器的特点是1.5T的机器 可以做到141千瓦310牛米的扭矩 而来到这里呢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在启元A05上 给大家看到那套数字电区 首先这一套是一套混动专用变速箱 那我们说到混动专用变速箱 大家肯定会想构型是什么 什么P2构型 P1加P3 P1加P2 P2加P2.5等等 各家都有不同的构型 长安现在也切换出了第一套的P1加P3 所谓P1加P3是什么呢 很多人听起来非常懵逼是吧 来我们从这里来看 给一个镜头从这里 那这边是一台混动专用的发动机在这里 曲轴端进到这里了以后呢 那你看到这里是一个P1 P1是和我们的曲轴完全相连的 而在这里呢 是有一个齿轮箱 到这里是一个P3 所以两颗电机它的位置就在P1加P3了 那这里面的一个工作原理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 两句话前面说明白 第一个原理呢 就是它会有一套纯电或者串联行驶 这个时候呢 它完全靠这颗P3电机给你输出出来 电从哪来呢 从电池里面来 或者靠这一颗发电机给你来 所以中间这些东西 它其实是靠一个电线给它导过来的 这样一来呢 让发动机就可以平稳地运转在自己一个最舒畅的状态 就像你慢速跑一样 你匀速跑 人是不累的 你不要让发动机一会三千转 一会两千转 一会四千转 这样跑来跑去变速跑 那发动机确实很累 所以这一套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套串联真诚的一套系统 可是不同的地方在哪呢 第二句话了 第二句话 P1加P3中间呢 会有一颗直连的装置 因为来到了这样七八十的速度下 那这个发动机呢 其实就已经进入到自己最高效的填驱状态了 也就是说我们达到了4041以上的一个热效率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用发动机 它去把油转成一个燃烧的化学能 然后再热能再去变成一个动能 动能再转化成电能 电能再转化成电池的电化学能 然后又掏出来变化成电能 最后再来驱动的话 这个过程非常繁琐 于是呢 在这里他做了一个电 做了一个齿轮 直接把它咬合起来 这一套的动作其实非常简单 你要说谁这么做的 本田是开山鼻祖 那比亚迪也是非常有功勋的 可是 可是 它跟比亚迪的做法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 我知道大家很想听的是 长安的这套和比亚迪的这套水平到底谁高谁低 比方说我们来做几个小细节来看 看一台混动专用的变速箱 你看它这一项的尺寸 也就是歪项的尺寸 一定要扁 扁了以后呢 它就可以落座到整个发动机舱了 那么比亚迪的做法是 把这两颗电机这样拉开来 叫平行轴 也叫一轴布置 但长安的做法是把它做了同轴布置 所以同轴布置和一轴布置 它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优缺点呢 同轴下来以后呢 它可以把原来的四轴六尺变成现在的 四轴八尺变成现在的一个三轴六尺 也就少了一对齿轮咬合以后呢 大概可以在传动端 给你找到1%的效率提升 就这么1%的效率提升 工程师们是费了老鼻子进在里面了 再来看看一些细节 因为比亚迪的布置是两个这样分盖来的 其实本田也这么布置的 那么这种分盖来布置以后呢 它会做到一个点 就是这一颗电机它可以做得很厚 那长安就不得已要把这颗电机给它做薄 等你做薄了以后呢 你就发现这颗电机 它就需要有更多的对积来完成自己的发电效率了 所以它这颗电机的特点是什么 最高的转速 所以它要靠一个齿轮去把它给加速起来 如此一来这里又浪费掉了1%2%的一个能耗 这么一来它做同轴的设计 重新去设计了一颗发电机 也就是说这个设计 这是费老鼻子进的 同时呢 在这颗P3的电机上 它把自己的功率调到了158千瓦 158什么意思呢 比亚迪的最低的系统132是132千瓦 然后有145千瓦 还有一个唐用到的是160的系统 这套158基本上跟它是一样的 而且你看这里面 十层绕组 来我们从这里看 12345 五层 五个焊点 十层绕组 这个东西确实很难 十层绕组是什么意思 这个世界上 我们看那些纯电的车用到十层绕组了 只有一家用了 特斯拉 特斯拉也只是用了一小段的时间 因为用完了以后 它发现十层绕组非常难搞 整个生产节拍根本就跟不上来 所以特斯拉干完一小段的十层以后 又退回来干了八层 而长安呢 是把十层给你干出来了 同样呢 我们看到这里是一颗增程的发电模块 12对极 72 油冷 扁线电机 那这一颗电机呢 这一颗发电机呢 会干到我们在用的这个 比如像深蓝S7 深蓝03 再比如像这个启元A07等等 都用的是它 它的这个发电机这一层 其实是和我们刚才P13里面那一颗是完全一致的 也就是说这很小的一块 它就可以给你搭积木一样的来完成你的发电模组了 而这边这一块呢 就是中间串上一块电池以后 它在这里是做了一个整整七合一的一个超级电区 其实那个集成的集哈 就把七块东西给集成起来 超级电区呢 其实它是七块合成一块的 但是你看我们经常用到的很多 不管是问界 质界等等 它都是三合一的 对吧 然后再比如像惠川的 连电的 它都是卖三合一的 只有这些车企拥有自己的大规模生产 然后呢 是一台中型的这种车子 然后并且它拥有自己全集成的能力的时候 它才会去做这种超级的 六合一 七合一等等的 但一般来说你干到一百多千瓦就已经到头了 而这个呢 是给你干到了二百三十千瓦的一个最大功率 所以呢 这套系统它装在哪里 它装在了深南S103S7等等这些车的后驱上 你看它整体做的比较扁 它压扁了以后呢 放在整个后桥上 它就不占空间 也不占你后排屁股上的那一点点空间 所以呢 看完整套长安的就发现了 从过去造发动机造变速箱的那个长安 现在变成了一个造电机的 造发电机的 造混动的一个长安 这就是我们所今天看到的 长安今天这场全域全场景动力解决方案的发布会了 我希望我你听明白了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有点往后口 希望你听明白 没听明白的也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评论一些 假装自己听明白了 教育局 何在评论区里 departments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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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 想不清楚 对 还 拒 ладн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